在家坑爹 在外坑朋友 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我认为呢 这句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Fuck off Fuck off 我这一次呢 算是给自己的一次放松 一个个人的旅行 在英国境内的一次个人的旅行 那我上一次旅行呢 时间要推到这个今年的2月份 当时是在波兰以及拉脱亚 今天的这一期视频的题目 我刚才刚刚想好 现在又忘记了 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的视频标题将会是 现实版移民走私 这个标题 想了呢 有不到一分钟 就是突然想说这个话题 为什么是想说这个话题呢 给大家 因为我今天在来的路上 给一个人烧了一段顺风车 他是到达比 然后到了达比之后 我就到这个诺丁汉 也就是我今晚停留的地方 然后这个人的经历呢 我在车里和他聊了一段时间 我就发现非常非常非常的特殊 经历的话 以及阅历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首先呢 他是中国的福建人 福建人 所以一提到福建这个地区 大家会想到什么 就是比如说移民啊 比如说偷渡啊 比如说诚信的相关问题啊 所以这位朋友呢 给我讲的这个故事 在我们行驶去达比的路上 他跟我说的是 他在2004年啊 通过当地的舌头 从中国进入俄罗斯 从俄罗斯的边境进入到乌克兰 然后他在乌克兰进入波兰的过程中 就被乌克兰的边境警抓到哈 所以呢 在当时他的最终目的地 其实就是英国哈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版的移民走私 和我在波兰境内 当时做的人口走势路线图 完全是吻合上的 当时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 YouTube的节目哈 通过这个节目告诉他 告诉大家这个欧洲境内的一些主流 人口走私路线图 我今天呢 是在这个烧这位朋友顺分车的时候 是通过中国同胞的口中 嗯 前耳的听到了这个现实版的 欧洲移民走私路线图哈 所以真的是发生过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在现实中是存在的 包括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相信这个事情仍然是存在的哈 因为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 离俄罗斯比较近 然后中国人这个进俄罗斯的签证 是非常好办理的 那大家进入俄罗斯之后 就可以在俄罗斯西边的这个边境呢 进入到乌克兰 从乌克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会进入到波兰 不出意外是坐这个集装箱货车 从波兰呢开到德国 从德国进入这个法国 从法国坐百度船 还是通过相识货车的形式 最终偷渡到英国境内哈 因为他的偷渡时间是发生在2004年 所以当时如果你能成功的进入到 英国境内的话 你是可以成功的申请英国难民的 五年之后就可以转成英国的这个 PR卡 也就是英国的永居 基本上就是转正的一个感觉哈 所以他当时失败的原因 他跟我说是舌头非常非常不负责 给他们扔到乌克兰之后呢 他们同行的40个人 就是感到非常的饿 然后他就是去这个附近的村子里面 找东西吃 然后应该是人人数太多哈 因为40个人全都出来 他们应该是饿了有两三天 就是非常非常的饿 舌头的话 不给任何的这个食品和水源 包括他说当时也比较冷 因为穿的衣服也不多 所以他们呢 基本上也是在一个死亡的边缘 舌头呢 是给他扔在了乌克兰 让他这个等候去波兰的这个 集装箱货车哈 所以等了几天 好像也没有人来接应他们 所以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这个出去寻找食物哈 然后当地的居民是应该给他们举报了 举报了之后呢 警察就给他们这个抓起来 然后我问他 警察给你们抓起来的时候 警察的态度怎么样 他说警察的态度其实还好 然后最后乌克兰呢 给他们40个人买了这个 回到中国的机票 而且机票呢 是完全免费的哈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在2004年 中国同胞 真是发生了一个人口走私的这个事情 而且是现实版的 一个人口走私的事情 走私的路线图 和我之前和大家在视频中描述的是完全对应上的哈 所以其实直到2021年 现实版的移民走私 现实版的人口走私路线图是否还可行哈 我认为是还可行的 但是我强烈不建议大家 这个这么做哈 首先呢 现在如果大家的最终目的地是英国的话 所有以非法的形式进入到英国境内的这个 偷渡者呢 英国政府是不会给予这个难民的身份的哈 英国政府会直接遣返 其次呢 这个风险 我认为实在是有点太高了 你像这个今天的这位朋友和我说的是 他们其实被警察抓住的那一刻 他们是感到很高兴的 因为如果警察不找到他 没有人举报 舌头最终的话 如果再晚一到两天 还没有给他们运到这个集装箱上的这个情况下 那这40人可能全会在乌克兰饿死或者是冻死哈 所以当他们被这个发现的那一刻 被抓住的那一刻 他们的内心其实是高兴的哈 就是因为前面的这个状况实在是太糟糕 有一点像九死一生的感觉 所以偷渡呢 我认为绝对是一个在迫不得已的一个情况下 才可以考虑的一个事情 其实他跟我说福建地区 现在其实偷渡客 偷渡的这个人 偷渡移民 非法移民也是非常少的哈 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也不是像老一辈说 我一定要出国打工 然后赚完钱之后回家要盖房子 别人盖两层我要盖三层 福建那边的人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了 现在的年轻人也是通过合法的渠道来移民 我之前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今天呢 利用这个晚上的时间就和大家分享 我朋友身边发生了一件真实的移民走私的事情 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在2021年 人口走私 移民走私的这个事情是怎么看待的呢 对于这些东西